1980年 多少 總共有才三場耶 怎麼記不清楚 當時生的小孩當時生的你都不知道 那完兩年 那就是1980 1980再加40 1980 1980 那再來加40年 2020 2020就是109 是不是 一個100控制女子 教律共都要受中正前 107 107一個109 就照理講是應該要 要自我了結嘛 那你現在要他死裡重生 是不是 我這樣講對不對 執照延長 看他有沒有這個壽命啊 體力還夠不夠體能還適不適合 所以我們要經過安全的審查 那現在還沒辦法審查出來 現在確定要研議了嘛 也表示你們經過他的體能試驗 覺得他是可以的是不是 目前還在審查中 什麼時候會有結果 呃 來請對著麥克風講話 他是去年的9月份 我們接受他的提出的申請案 原來估計應該是兩年的時間可以完成 目前因為他中間又要提出來一個中幅度功率的提升 所以這個部分很可能會延誤 需要一年的時間審查 所以整體的話很可能會延誤一年 所以很可能還要再兩年才能夠完成審查 好 你現在就是朝向他會研議的情況去審查嗎 沒有 不是嗎 我們的審查的時間是這樣子 其實你們已經知道答案啦 就是要研議啊 沒有嗎 什麼情況之下他可以停議 可以除議 講到沒有通過審查的話 哪一樣沒通過是最重要停議的標準 目前還沒有到說他 譬如說他提出來的我們沒有辦法同意的 目前還沒有 不要假啦 你就是要有延誼啦 你們就是朝這個方向走嘛 說實在的我經常說過啊 我們北海岸真的是有夠衰 兩個不定時炸彈 等在那裡 說實在說的 我現在要講的一個是 好 現在你要延誼 我們也沒辦法 只能讓你延誼啊 對我們鄉親來講條件要不要重新談 你今天本來跟我住40年耶 我40年租完以後 你要繼續住在這裡 租金總要重新講嘛 我們地緣關係的回饋金很正常 全世界都對核能所在地的回饋金是最好的 你去看廣島 你去看美國 你去看法國 那個地方是見識的多好 人民真的是富裕 安居樂業 讓他們心裡沒有壓力 沒有狂恐 而能夠很舒服在那裡 能夠生活著 這才是一個真正核能所在地應有的態度嘛 但是現在不是啊 我們那裡年輕人都走掉了 只剩老弱婦孺 為什麼年輕人沒工作 到合一場合二場去工作 還要找關係進去 還不一定能進得去 找到最基層的工作 也不行 當地人去那邊做一點點小工程 現在檢調單位 開始抓人 開始查稅 有的查稅 有的什麼檢調詢問 弄得人心煌煌 整個村落裡面 人心煌煌 只要有碰到核電廠工作人 都要調去詢問 最後結果不知道怎樣 但是他就懷疑你有官商勾結 你如果今天合一場合二場不在那個地方 我們的居民可以去做很多其他的工程啊 也可以蓋別墅去做別墅工程 也可以做海灣遊艇碼頭 去做遊艇碼頭工程 為什麼要去做合一合啊 現在要一點工作 目前被弄得 有些人是家裡真的是 非常的悲哀悲傷啊 來一個核電廠在那裡 去做點小工程 現在被 本來是什麼榮工處 跟核電裡面的官商勾結 又衍生出來跟一般民間廠商有沒有問題 現在不知道有沒有問題 但是開始檢調一個一個掉 何其無辜 何其無辜 何其悲哀 所以 我要問主委 好你先回座 你同不同意 我身為北海岸的女兒 我身為 監督核一核二廠 核三因為我關不到 那要廖萬如去關 你同不同意 我 應該代表我們北海岸的居民 在你們要研議的時候 台電研議的時候 重啟談判 至少 你現在在我這邊幾十年你要跟我講清楚 第二是 對我的鄉親民眾的權益 過去被你們壓抑那麼久 現在我能不能稍微吐口氣 我了解委員的這個意思啊 我想 從原論會的立場來看 原論會負責的是幫民眾做好安全的把關 那剛剛委員講說 是不是一定要給他們研議 我想 我們絕對不會做這種 叫做這個 先設定一個 這個目標 然後 就是所謂的 這個 設法 這個設法 然後設建 whatever 不過那個 所謂的多久的時間 的審查 其實是我們作業上的規劃而已 啦 並不代表說 到了那個時間 我們一定會給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 委員剛剛講的一些 跟台電重新的這個談判 我想也不是原論會的這個 業務範圍 不過 以我私人的 以我個人的 我同意 我同意 因為 因為 這個委員剛剛提的那些 我覺得是居民的 這個可以提出來的 合情合理的想法 是 你今天 告訴我你要做四十年 我就忍痛忍耐四十年 四十年快到的時候沒有喔 我要繼續在這裡喔 你對我們的居民來講 情何以堪啊 北海岸地區是全台灣目前 我個人認為 塑國僅存最美的一個風光地帶 但是一個核一 一個核二 把它整個這樣子 剛好是整個北海岸地區 最重要的中心點把它壓在那裡 所以周邊整個完全無法動彈 人民去到那裡要買房子 房價就是高不了 為什麼 因為核一廠核二廠在那裡 為什麼別墅蓋不了 因為核一廠核二廠在那裡 因為 外面的人沒有辦法在沿海岸地區 買房子做成第二個家 因為核一廠核二廠在那裡 多少個條件 都是因為核一核二 它帶給我們的是什麼 它帶給我們人民 是一個無法彌補的那種傷痛 你知道嗎 我真的是要 因為 你一個月 一年給我們民眾 你說 清涵助學獎學金 一個人可以領 學生領他一千塊 算什麼 我都可以給 我自己都在北海岸地區 成立清涵助學獎學金 我每年都撥一部分的預算 來給我們那些人 不需要你台電來 不需要你核一核二廠給我們 好 你說給民眾 一個月兩百度電費 又算什麼 你給我們 一年一戶兩千五百塊錢 那根本不算什麼 我們要的是什麼 我們要的是一個面對大海 一個無憂無慮的生活 而你今天告訴我 四十年要結束 之後你又要延長 竟然你可以內部作業 你不跟我們鄉親談可以嗎 另外就是你看 你核二廠的減榮中心 其實它就是一個核廢料的一個出資廠 你核一廠的干涉處理中心 那也就是一個核廢料處理廠 你去跟烏丘怎麼談 你去跟南宇怎麼談 你們為什麼不跟我們北海岸的鄉親談 你要給烏丘的條件 我們說一半就好 三分之一就好 結果竟然要不到 對我們的鄉親來講 他們常常都告訴我說 是不是委員 你要帶我們再去抗爭 我說現在國民黨之爭 如果用理性的要不到 用理性的講不聽 不惜 當然就是要抗爭 我為我的鄉親抗爭 我也覺得合情合理 所以我今天談的當然 今天如果你是台電 我可能不是這樣的一個口氣 我想委員剛剛所講的這些 我們圓人會到地方去 碰到鄉親或者是鄉公所的同仁 也都有反應這樣子的一些想法 那我想我能夠講的 從圓人會的立場上來講 就是說我確定 剛剛委員所講的一些發展的限制 應該不是來自於 跟核能安全相關的法規的限制 但是確實是有這樣一個結果 那可能還是來自於一些民眾的心理 那這些民眾包括 包括核能電廠附近的居民 包括 核能電廠區域之外的一些民眾的 那這個部分 當然是圓人會的責任 要能夠讓民眾對核能安全能夠放心 所以我一直把這個當作 我們圓人會的重要的一個目標在做 當然可能還沒有做得很好 我想我們會繼續努力 不過剛剛這個委員提到一些 這個台電怎麼回饋啊等等的 我們過去也把相關的一些民眾的一些心聲 跟行政院報告 還有跟經濟部轉達 那當然應該還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我想我同意我們應該 政府應該在更積極的 來跟地方的發展能夠結合在一起 這我非常同意 今天回饋金也是到後期 才開始做這樣的編列嘛 最早的時候是一毛錢都沒有 我們的鄉親被迫搬離家園 反正他們在那邊種田種菜很快樂 結果告訴他們對不起 這台要做河南電廠 所以叫你怎麼搬走 搬去哪裡不知道你水人 所以現在給你 那個跟 我講難聽一點 跟共產黨限幾月幾日差 而之後叫你搬走就要搬走 那個沒有良樣的 我們人很乖就這樣走 這些都過去都別說 現在重新要來 你看你後端基金有多少經費 現在儲存多少錢在幹什麼 要做所謂的核能最終儲值廠 但是還沒有定位最終儲存廠的時候 那些東西都放在核一廠核二廠裡面 都放在裡面 所以對我們的鄉親民眾來講 我們只是回到家鄉裡面盡量安慰盡量安撫 如果我把真實的情況再講的時候 你說他們不會群起反抗嗎 進海找不到魚了 不曉得 就是因為核一核二水出來是溫水 所以呢海 那個海魚都不過來了 魚都不來了 只好到外海去 外海去捕到魚回來以後呢 放個冰塊在裡面 海巡屬人不懂說 你這個是水冰 那絕對不可能 魚怎麼可能一天多還不會死 所以呢你一定是從大陸運輸過來 走私 就這樣子 所以那種心中的痛 我想我這樣講到這裡應該知道我的心理感受 我們一起努力 希望不要以最終目的是合法是研議 這樣子倒退去做審查 如果真的有一天不幸要研議 請你協助我一起共同爭取權益 謝謝 謝謝